由文化博博做的北港百年给定在从理数现场结尾 主要民国一百空七年开始讨论和收获丁地 将北京妈做文化的传统感觉 以及文化结实记录和报纸来 也引述在国内的诺理之下 两头的专制 北港进行和新港团队是顺利出办了 并在台北基盘新台发表会 关注专业先进与特别金翁台北来参团 既在透过的专制发表 让专业民众可以了解到北港的传统文化 两头北京妈做文化专制 北港进行和新港团队在台北基盘新台发表会 并且邀请到作家高中分享 北港进乡其实是云林县非常具有特色 我想不只是云林 应该是全国具有特色的一个宗教活动 还有北港进乡的文化资产的提报 这其实就是我们也在这中间得到云林县文化出很大的帮忙 那也希望之后能够让云林县的文化资产能够越来越好 云林本来就是宗教元香 本来就应该对我们的传统工艺大名大方 就是很骄傲的可以展示说 我们的传统工艺是有它的一个文化内涵 北港进丢天共是全台妈祖信用中心这日 北港进乡以及所建设的传统工艺文化 进丢天共是台湾上整个无形文化资产 就由专制出办 也让专国民众可以进丢天了解北港的宗教文化 让有更多的人去认识它 也会在工作上更进步 这几年来年我们的云林县社会 比较有强大的传统工艺 可以看到少年人可以对传统工艺的五行図 可以继续传松下去 把我们所有的计法从古早到现在一路走来实在是不简单 透过这样的一个编列程测 我相信我们未来不只在保存文化记录方面 我们都用这样慎重的心情 来把所有工艺师的这样的精神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由文化博博做的百年八年约定在做理事现场结尾 我从北区七年开始透过研究和守候丁丁的方式 从北区妈祖的文化记录起来 并且将会继续结合五行和五行的文化主宣 就组合北区町再多化 它就成了一个全台团义兄弟 那当然需要很多的这些精神来针对所有这些百年议证 还有成功传义做调研 那透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以后 那这个当中当然是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的心力跟体力跟集合很多人的这个智慧 透过专制出版 让专国民众可以更加了解的传统工业 终究以及文林的美类 众妈祖的精神和文化继续来团新下去 文林新闻综合博多 文林新闻统工业